林依晨今,17日出席私密处保养品牌活动,透露之前去喜马拉雅山跟大自然接触了一段时间,现在才比较有空能陪家人、朋友。 她表示最近忙着看金马银展,问及有没有看过许伟宁入围,最佳女配角,的作品,红衣小女孩儿。 林依晨先是笑说,很看好她,我现在还不敢去看,我想要在白天的时候,一次把一、二级补足。 林依晨谈及之前永度日月谈,应把自己包得密布透风,只剩下嘴巴露在外面,所以几乎没人认出她,表示这次比较享受其中,不会特别想争夺第一。 她打去透露当时游的阵类,准备喘口气时,有名男子问她,你带这个是福钱用的吧? 林依晨回应因为她怕晒黑所以低头游,未料该名男子又问,可是你现在不就晒黑了? 林依晨则没好气的说,先生,你看清楚,你现在是相光,你才会黑。 林依晨经,十七,日益生雪白气质出席活动 图鞋献记者陈明安社,2017年11月17日 林依晨经,十七,日益生雪白气质出席活动,图鞋献记者陈明安社,2017年11月17日 林依晨对于人生规划颇为积极,她透露之前有人要她测试三分钟不去思考,结果会如何? 林依晨随后笑说,我三分钟内一定会睡着诶,就像尽量兔子停不下来。 提及之前曾说有计划明年要生小孩,现在有无积极做人。 林依晨愣了一下笑说,那就是明年,就像一般夫妻那样。 过去林依晨曾和严陈旭合作拍摄MV,谈到有无看到世纪大复合的新闻。 林依晨表示,有耳闻消息。 再进一步询问有没有传讯祝福。 她笑说,这不用特别恭喜啦,这样我也压力很大。 林依晨晨,17,日益深雪白气质出席活动。 图鞋献记者陈明安社,2017年11月17日。